胡人当家巨星勒布朗·詹姆斯一直是活跃于社交媒体的球员 而在詹姆斯的最新动态中 他分享了被标上新冠、流感和普通感冒的支柱侠网图 詹姆斯想要表达的是新冠、流感和普通感冒之间是非常相似的疾病 考虑到近段时间联盟疫情的严重程度 这样的言论也引起球迷和一些名人的不满 著名主持人汤米·比尔直接列出数据反驳詹姆斯的言论 过去两年美国因为这三种疾病的总死亡人数 新冠、815647流感、37313普通感冒 0、勒布朗·詹姆斯这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负责任、误导和不明智的言论 也有球迷表示 想象一下 勒布朗在因为新冠失去七名亲人的唐斯面前展示这条帖子 还有球迷反问 感冒和流感也能像新冠一样完全击垮我们的医疗系统 令人意外的是 目前正身处隔离阶段的老鹰新星克雷扬在詹姆斯的动态上 回复一个100%的表情符号 这明显是认同詹姆斯的观点 目前关于詹姆斯的这一言论已经引起球迷的热议 从科学角度来看 这肯定是非常荒谬和反制的言论 正如著名主持人汤米·比尔所列出的数据那样 新冠病毒已经造成全美超过81万人死亡 但这似乎都无法让詹姆斯敬畏 并且重视新冠病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